也许上建议发动十万群众来攻占台北捷运 好让这通勤系统完全瘫痪 那么目前台北市捷运警察人数到底足不足以应付 如果有这样的活动真的发生呢 捷运警察队坦纯人力不足以应变 而万一今天下午五一游行发生了占领捷运的事件 那么捷运警察队也有规划 第二下班进攻时间反抗群众的瘫痪 中下心路案发起早前发乱 市民卡在路上不得 前一天又有人在脸书上 建议十万群众占据台北市捷运 如此一来水车进不去 还能让台北市的通勤捷运完全动弹不得 这场面光想象就让人毛不索然 捷运警察队坦承 以目前135人编制的人力根本无法应对 如果有发现到一场民众聚集的时候 就要立即做反应 如果出局他人数很他不可能 他出局搞不好就几十个人 一二十个人在那边的话 那他们就会进行来做劝离 下午一大游行如果碰上群众冲进捷运站 只能牵到站务人员上前关线柔性劝离 万一差强走火 捷运警察只能采取强势阻断作为 大树的民众在那边他就不走 就是整个把它摊掉的话 他当然他就是会 车子就会过站不停 如果整个都通过站不停 然后也不会让群众再进来了 情况会这么窘迫 其实问题出在捷运警力一直严重不足 说明捷运只靠北市警力 重大事件根本没办法应变 平均一个警力 少则负责五个站的安全 多则要负责十二个站的安全 非常的人力吃紧 非常的命苦 议员质疑新北警力没有进入捷运 让北市独生大局才是问题根本 面对一泼泼的群众运动 有关双北通勤命脉的捷运系统 似乎严重缺乏应变能力 早上新闻来说陈志文在台报道